KTV內還有人在唱歌 突然走近一名身材壯碩的局衣男子 拿起球棒要大家快點離開 下一秒猛力朝桌面揮棒 砸完桌椅再砸櫃檯 又把桌椅掀到 發出巨大聲響 把客人嚇得四處逃串 他們進來 就叫客人出去 這邊砸 這邊砸 然後這邊上面砸 因為裡面再打就看到吧 原來幾分鐘前 他開車來到現場 拿起球棒二橫橫走向店家 女友也跟在後頭 而就在他砸完店 想拍拍屁股走輪時 袁警及時趕到把他攔住 看似配合還承認自己動手 但話越說越激動 最後還失控衝撞袁警 當場被噴辣椒水壓制 才總算稍微冷靜下來 火爆衝突發生在5號凌晨3點多 華聯國盛一街一間KTV 調查發現動手的41歲馬姓男子疑似想投資 和店家合作 但卻一直沒有下文 不滿對方沒誠意 竟然砸電泄憤 該名男子表示拒絕酒冊 隨開例酒冊聚策罰單 依法告發新台幣18萬元罰還 當場一致保管汽車輛 並吊銷駕駛執照 明明最初想投資一起做生意 卻當著這間店的客人面前 拿酬棒砸電 這下不僅事業談不攏 還讓自己多背幾條錢喝 提北新聞高中 黃金國際愛麥 歡迎報導